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所谓的公式 电阻的串联跟并联的公式 第一个是串联 很简单 加起来 加起来 1欧姆2欧姆3欧姆串联就是1加2加3 所以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就是分电阻相加 总电阻就是分电阻的和 加起来 1加2加3 就是三个串联起的所谓的总电阻 R1加R2加R3 就是串联的时候的公式 还有一个是并联的时候的公式 有些老师现在不教并联公式了 但是我还是有教 并联公式比较啰嗦 又念起来很啰嗦 叫做导数相加的导数 R1 R2 R3 并联导数R1分之1 R1 R2分之1 R3分之1 加起来等于总电阻的导数R分之1 所以叫做导数相加的导数 就是所谓的并联公式 所以串联的时候很简单 就加起来 并联的时候比较啰嗦 它叫做导数相加的导数 导数相加的导数 那么有些老师现在没有教电阻并联公式 但是我还是有教 还是有教 请你记一下来 电阻串联的时候要怎么做 并联的时候要怎么做 请你要晓得知道该如何做 接着我们就推导公式给你看 然后导出来为什么是相加 为什么是导数相加的导数 然后等一下我会用一个感觉的 尝试的简单的想法 不用数学式的想法告诉你 为什么是相加 为什么是导数相加导数 后面再说 现在是带公式 带数字 好了这三个玩意的串联 我们教过串联的时候谁一样 电流一样对不对 所以总电流 就是各分电流 那么我们有一个电阻一 有个电压一 有个电阻二 有个电阻二 然后呢我们有个空过电流一 电流二电流三 但是它跟总电流I都一样 所以总电流就设为I 就是每个都是I 大家电流都一样大 都写作是I 然后呢我们的公式叫做V等于IR 或者是R等于I分之V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我们的电压是这样做出来的 好V等于IR 所以就是R1乘以I1 I1就是I 总电流跟分量一样 那V2就是R2乘以I2 I2也是I 总电流跟分量一样 所以就写成这样子 V1 R1I V2 R2I V3 R3I 每个电压都这么大 然后这三个玩意儿串联 我们的总电压 老师说过要算什么带什么 如果你要算总电压 就要带总电阻 就要带总电流 总电流就是RI刚刚写过了 然后呢 总电压跟分电压什么关系 总电压是分电压相加 所以就是V等于V1加V2加V3 刚才已经写出了V1V2V3 然后这里有个总电压 总电压要用总电流跟总电阻 V等于IR 总电流I 总电阻R 然后等于后面的V1V2加V3 大家都消掉I 就是R等于R1加R2加R3 所以串联的时候 叫做相加 分量相加 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跟分电阻的和 就是我们的串联公式 就是用数学方法导给你看 说它要相加 那并联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导给你看 并联的时候谁一样 电压一样 对不对 所以总电压是V R1电压也是V R2电压也是V 大家都是V 大家都是V 然后就涉害电压是V 然后呢 有电压都是V 我们带到电流关系 V等于IR 所以I就等于V除以R V就除以R 所以呢 就是电阻一的电阻R1 然后电阻一的电压V1 就是V 然后就球穿的电流I1 所以我就知道 I1就是V除以R1 然后V就算是V1 就是它的电压 就是总电压 所以就写V 所以I2就是V除以R2 这样做做做 然后就算出来了 电流1电流2电流3 但一样 我们知道 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跟分电流有什么关系 并联的时候 总电流是分电流的和 所以就是加起来 那总电流要用总电压 要用总电阻去算总电流 I1 I2 I3 刚刚都已经算出来过 你把它带进去 所以前面是总电压除以总电阻 就是总电流 等于刚才算出来的I1 I2 I3 那么所有的V都消掉之后 就变成这样 导数相加的导数 导数相加的导数 这就是用数学式推给你看 为什么它应该是相加 为什么它应该是导数相加的导数 就是推给你看 OK吗 OK 好 下面就做简单题 简单题 为了后来做预备 你怎么去算出我们的串联总电压 对不起 串联总电阻 跟并联总电阻 串联简单是怎么办 全部加在一起 好 2加3加6 就变成11厚母 解决掉 好 那下面是并联怎么办 并联要导数相加的导数 所以就是2分之1加3分之1加6分之1 然后呢就算出来就变6分之6 这题因为刚好是6分之6 就没差 但是同学你经常犯的错就是 假设你这里算出来的是6分之5 你觉得好不容易 你终于算完6分之5了 你就停工了 你就写6分之5 错 这个是要再倒一遍 导数相加的导数 所以还要再倒一遍 6分之5还要翻过来 变成5分之6 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翻没有差吗 但是呢 这要提醒你注意 不要算到这里就停工了 还要再倒一次 所以这里还 这里是没有差 还是6分之6 就叫做 1厚母 就叫做1厚母 这就是 我们的 简单的 说明 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样去做 串联的 总电阻 怎么样去做 并联的总电阻 OK OK